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单体沙发的画法 首先,从网上下载两张单体沙发的照片 把其中一张通过操作导入到画布上 然后选择画笔 画笔的尺寸按照左边的滚条的位置 大概在二分之一偏下的地方 不要搞得太粗 新建一个图层 我们先来大致的分析一下这个沙发的形态 靠背,坐垫,还有腿部大概的一个位置 好,脑子里面有个大概印象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起笔正式的画 流线可能会出现不精准的情况 那么在画之前先调节一下线条的流线 把它拉高一点 不精准的话呢,就反复的尝试一根线 虎线如果一口气画不完 可以分开画 只要每根线条的位置基本准确 大局上面都不会影响沙发的感觉 坐垫要尽量化得圆润饱满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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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腿在画的时候 注意粗细 以及各自的方向 以免出现不协调的情况 这样一个单体的沙发就基本上完成了 用橡皮擦去多余的边角 删除照片 我们再来画下一个单体沙发 下一个单体沙发相对于这个来讲的话 更复杂一点 把沙发导入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先对沙发的空间进行一个分析 那这个沙发呢 也是符合两点透视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所以 我们把沙发的扶手部分 以及坐垫部分 可以看作是一个长方体 然后是靠背 然后是腿部 这就是一个沙发的一个大体的形式 接下来我们来正式的画 我们从透视交位明确 并且好齐笔的底边开始画 弧线一般来讲的话呢 都是架构在透视交位明确的直线上 所以我要先画直线 再画弧线 希望大家在画这个沙发时候呢 也能够按照这样的顺序和逻辑来画 这样画起来比较保险 一定要先画直线再画弧线 不准的线一定要反复的尝试 当然我们在实际的场景操作中呢 不可能以这么慢的速度来画的 所以在细节上面 也没有必要太苛刻 沙发的坐垫 然后用橡皮擦除一些多余的线 擦的时候啊 要注意调节橡皮的大小 然后是靠背 然后是靠枕 接着我们来画沙发的腿 沙发的腿呢 建议大家新建一个图层 因为这个腿的形质稍微复杂 那么在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相对准确的复制 两个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省时间 如果你要是一个一个画呢 很难保证每一个都一样 所以这上面的弧线要多尝试几次 好 这一个先画好 然后把这个图层向左拖动 点击复制 然后用移动工具将它移动过来 移动工具就是箭头 然后再复制一次 做一个相同的步骤 再复制过来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沙发的整体形态基本很完成 再断向一下 发现靠枕的大小 位置不太好 我们再用橡皮 稍微的修改一下 修改之前 可以先把图层合并起来 然后又画笔补权擦除的部分 好 这样一个单顶沙发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哦 看计不上 对 好 修改 好 感谢观看